瑞瑟乡长陈静光为了重新强化瑞瑟温泉足摊公园设施设备 以及环境景观 从2017年就积极向观光局花东纵管处争取获得支持 而花费了近5年的前置作业后 今年虎年新春也正式发包动工了 乡长陈静光感谢之余 乡公所也着手推动温泉景开挖计划 希望能和花东纵管处携手合作 共同整治足摊温泉公园 提供温泉区泡汤油气的新亮点 花费5年的前置作业 瑞瑟乡温泉足摊公园整顿改善计划 终于在今年虎年新春正式发包动工 工区整个围了起来 大型机具也进驻师座中 不仅乡公所 也令爱泡汤的游客民众兴奋期待 瑞瑟乡长陈静光 从2017年在温泉区内设置完成 这一座瑞祥温泉足摊公园 推动在地温泉观光产业 但属阳春型的足摊设施设备及环境景观 美中不足 湘公所为此也积极向上争取 2018年获得观光局划动纵管处的支持协助 原定将临近的虎头山登山步道 一并纳入诊治 但碍于管辖单位不同 因而秉除 也将约1000万元的计划经费 全数溢注在温泉足摊公园的整治上 跟很多的单位来争取经费 那谢谢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花东纵谷国家公园管理处 得一个协助 经过多方的一个会刊讨论 得到共识以后 整体的规划 由重管处来执行 除了1000多万元的环境改善工程经费 针对温泉水源头的部分 湘公所也逐一克服取得温泉水权 争取到650多万元的经费 渴望在近日内 推动温泉景的开挖工程 以提供稳定的温泉水源 让温泉区一项公园 设施环境的服务全面到位 那目前对这湘公所的部分 已经拿到水权的许可 那我们最近在进行设计规划跟发包 希望能够配合重管处的工程 完成的时候 来一起来开幕 瑞士湘公所2017年 打造瑞祥温泉泡脚池 来营造推广瑞穗温泉区产业意向 如今有观光局 花东重管处的支援协助 让乡公所重新打造升级版的 温泉足塘公园如虎添翼 若工程没有问题 乡长陈金光乐观表示 预计今年冬天 就可以呈现温泉足塘公园的新风貌 记者是宇兰瑞瑞采访报道 要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